据官方媒体周二报道,老挝一座由韩国修建的水电站,发生大规模洪水,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失踪,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政府高级官员赶到现场,公众呼吁援助。 老挝官方通讯Shitper说,位于埃塔普省东南部的西边西南诺伊水电站的部分大坝周一晚上倒塌,释放出大量的水冲走房屋,淹没村庄,是超过6600人无家可归。 据万象时报的网站报道,截至周二下午,已经确认有两人死亡,政府已经宣布该地区为紧急灾区。 他说,未来几天的持续降雨和强风,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Kpo报道称,这场灾难,导致数百人失踪,但没有提供细节。 据悉,他爸是由两家韩国公司,与泰国和老挝合作伙伴领导的合资企业建造的,目前仍在建设中。 韩国两家合作伙伴之一SK工程与建筑公司SK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在一份中表示, 该项目五座辅助大坝之一的部分上部区域,在经历了几天的大雨后,宇宙日晚间被冲走。 他说,辅助大主要有土和岩石组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人们坐在屋顶上躲避汹涌的水,而其他人则被带的安全地带或船船或救。 官方媒体说,直升机也被用来营救人员。 据KPO和万象时报报道,新苏利特总理暂停了政府计划中的内阁会议,并与其他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前往法纳姆在地区, 以监测救援和救援工作,来自几座水电站的电力占老挝出口收入到很大一部分。 泰国是主要买家。 KPO表示,CPNX Inamoy项目的成本估计为10.2亿美元,大部分资金来自泰国的贷款机构。 修建这座大坝的目的是为了将胡塞马坎赫河,西南诺伊赫河西边河改造为水库。 这些水库将投入一座410兆瓦的电厂,该电厂将于2019年投入运行。 只有10%的8电量将在当地使用,90%的电力出口到泰国。 据估计,老挝每年将从大坝获得330亿美元的税收、板税和其他收入。 根据项目评估文件,约有30个村庄受到该项目的影响。 8个村庄的2000多人重新定居,大约1万人生活在受影响地区,其中大多数是少数民族。 该项目被认为是SK的摇钱树。 SK集团是韩国三大集团之一。 其业务包括全球第二大耐存芯片制造商SK, Hynix和韩国最大电信运营商SK电信SK Telecom, 韩国联合通讯社, YungHab Blues Agency, 报道趁,SK机电公司派遣总裁前往老挝, 并在首尔成立了一个紧急小组。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